隔山造型不陌生 尾灯样式很熟悉 中控屏幕带旋转 后排表现有提升 加92号汽油 还有快慢充接口 这是一台插电式混动车型 本期咱们就盘打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董车弟 为您带着新机强先试下静态宝道 我是董车弟 原创主持人嘉明 本期节目的主角 比亚迪王超王 全新中型轿车 秦L 2023年 比亚迪秦家族年销超过48万台 拿到了仅坐级轿车 年度销灌的位置 今年二月 秦L plus家族推出了荣耀版车型 插电混动的DMI车型 79,800起收 新一轮价格战正式打响 而就在九天以后 其中大型轿车汉 也迎来了荣耀版 DMI车型 16.98万元起收 那在这个时候 有些手握15万左右预算的朋友 那就比较纠结了 这买什么 秦L plus DMI 感觉不够精致 这买汉DMI 又有点小贵 这种时候 这不就高不上跌不就吗 这么磨叽 这这 秦L应运二十 那今天 嘉明会给大家分享这款车的外观内饰 体验空间 再透露一些小道消息 当然 还是照例先看来的 秦L依旧是比较迪王朝系列的家族设计 龙岩设计美学 你看看这是什么 多个视条 往下看 神车灯 这叫龙虚逐日打灯 龙虚 哎 再看这龙铃铠甲亮面 龙 铃 哎 哎等一下 这好像是野车涂上去的吧 别别别别别乱动 触碰了我的秘铃 那整体这条前脸官方称为龙 龙 我龙奥天誓死守护刘伯 我龙奥天要誓死守护刘伯 这什么惹气八糟的 这叫叫 伤起来吧 叫龙银前脸 哎 还是龙奥天比较霸气 这这这 那虽然整体的大方向没有变 但看到实车就能够发现 还是更运动力一点 如果说秦帕拉斯DMI的前脸是这样的 汉DMI前脸是这样的 那他的前脸就是这样的 你这胡子有点粗细啊 啊 来到车侧 双腰线设计 轮圈18英寸 轮胎使用了价格比较亲民的朝阳轮胎 不过听官方告诉啊 今天这台展车还不是最终的量产版本 说不定的上市的时候可能会有区别 来到车尾 中国籍样式的尾灯没有缺席 贯穿式设计进一步拉伸了 视觉宽度 Beauty Dreams英文标识换成了BYD三个字母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 再看这扩散器装饰 这上销的小鸭尾 这运动感这么挠一下就起来了 还叫小鸭尾呢 那不然呢 小龙尾 尺寸方面 我们将它与琴皮亚电脉以及汉电脉进行的对比 供我们大家参考 对了 差点忘了说外观颜色 这台是冰破清新颜色 内饰也是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方向盘造型 电子网杆区的造型 也与BRD王超系列最新的中芯SOV SON-L 是高度相似的 不过这里不是50W的无线充电面板 是15W的 那主仪表台 也就是上部 官方称是从中国山水化中汲取了灵感 卷轴长屏设计 哎 看起来十分的简约 而且这个8.8英寸的液晶仪表 是嵌入在这个饰板当中的 看起来十分的对称 哎 那为什么副驾不拉块屏 这有道理啊 前排已经是我和志迦作斯 作为升高程度180的正方金战士 坐在后排 在震惊微座情况下 空间表现 自己看 相比秦普拉斯DMI 其实纵向空间 提升的并不多 但座椅更加柔软 坐垫也更长了 舒适度更好了 纯平的地台 再加一米九的车宽 如果满载的情况下 后排坐在中间的乘客 感觉也会好一点 除了外观内饰 这款车 此次官方还公布了 它的悬架形式信息 使用了前麦克逊 后一型四连感的独立悬架形式 OK 本期节目就到了 哎 等一下 这 你刚才不是说有小刀消息吗 还记着呢 哎 那前L预计将采用 新一代的插混平台 以及插混技术 是叫DM5.0 还是第五代DM5 目前还没有公布啊 那它使用1.5升的 四缸混动中央发动机 暂时还没有推出 1.5T的打算 溃电百公里油耗 2.9升 满油满电续航将超2000公里 有80公里和120公里 两种纯电续航的版本 对应的0.3T刀片电池 大概在10度以及15度左右 价格上我们知道 这琴 PUSDMI是卖7万9800到12万5800 那这款车 听官方说 预计12万元起售 不过以我多年的经验 最终价格可能会有下探 说不定最后给你来个 11万9800呢 那还不是12万啊 那就来个 11万5800 11万3800 抬杠 而且我听说 在它正式上市之后 琴PUSDMI有可能 只保留55公里和120公里 低配的车型 它又推出纯电EV车型的打算 我们拍摄这期视频的时候 是在清明节前 但当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应该北京车展马上就要开幕了 刚才提到的那些信息 可能很多已经得到了官方的确认 不过如果车展有更多的资料信息的话 懂车地也会第一时间尽情报道 尽情期待 OK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真实专业的骑士内容 高效的选择服务 尽在懂车地下期节目 再会